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戒即将为您播出致命的赌局 故事天天发生 视角各有不同 欢迎您收看演戒 我是夏磊 二月底的一天晚上 福建省光泽县负责看守工地的刘大妈 突然看见一个头上罩着塑料袋长发披肩的人 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冲了出来 当时刘大妈的第一反应是 工地上肯定是劲贼了 他立刻就跑过去 可是周围检查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这个时候他在楼梯的拐角处看到了一堆黑色的物体 刘大妈走过去 用手推了推 发现手上沾满了粘稠的液体 摊开一看 双手全是鲜血 顿时刘大妈就瘫倒在地了 晚八点零三分 光泽县刑警大队接到报案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刚刚死亡的无名受害人 法医检验证实 死因因是从楼顶坠落后被人用锐气切割了颈部 博子这个地方 开关系 然后实力要全部是血 全部血脊 这个死者的外衣的口袋呀 都被荒动了 并且很多 就是说里面有被掏过 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或者一些能证据他身份的东西 查找师员的工作即刻展开 两个多小时后 罢案刑警了查明 死者名叫黄建才 是在县城一家金店里打工的武器 我们第一个华人是华雅 他是故宫 金店会被被卸截掉 继续派出一组干瓦金店 结果到金店后发现 这个金店难被敲开了 确实里面已经被洗钱空大 上次发动的不是很乱 不是很凌乱 这个车壁打开了也关好了 在金店的抢接现场 虽然保险柜并没有被打开 但掩藏保险柜的暗门却被打开了 柜台里还遗留了一些不值钱的低档手势 其表现应是熟人所为 而且这个人胆大冷静 心理素质极好 因为金店就在城关派出所的对面 这个案件有它的复杂性 它有两个现场 一个杀人现场 一个金店被洗劫的现场 这两个现场在东西两个不同的方向 它的中间的距离啊 就是乘机动车 大概要十分钟的路程 我们查了这个资料啊 7点27分 这个受害者 黄敏柴接了一个AC卡电话 就是街头的那个电话亭 AC卡的电话 那这里面有什么情节呢 就是说 他女朋友就在他金店的前对面 他姑姑 那么他们已经确定的关系 恋爱关系有两个多月了 那那天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啊 他看到他接电话 接完电话呢 把决定门关一下 从后面出来 然后到他这个女朋友电商告诉他 他说我出去一下 也到平衡那一带去放鸡 他做鸡手势的去放鸡 就这样离开了 接到报警是8点03分 总共才36分钟的时间 36分钟的时间 那从这个黄敏柴 这个19点27分接到电话 从金航到这个地方要10分钟 就乘机动车要10分钟 那这个罪犯 把这个黄敏柴在这个地方杀完以后 再赶到金航 这路上又要10分钟 就是在光是来去这个路程就要20分 那么如果在这里杀了人 再去洗劫今天 这个时间非常短 再一个在杀人现场的血血印 和金航被洗劫金航里面的血印 这个是不一致的 根据警方的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分工 非常明确的团伙作案 警方的排查工作首先在死者的熟人中展开 很快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但是死者是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壮年男子 可是眼前的这个人却是身高只有一米六的一个弱女子 他会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吗 唐娇军是郭泽县平山市场一个卖菜的生意人 因为死者的一个同乡也在平山市场做生意 所以死者经常到市场里去玩 因此他们认识了 案发后前四小时 唐娇军就迎来了办案刑警的第一次到复 那我们这样也了解了 确实他女朋友发言十二号那天晚上 在九点多钟的时候 唐娇军一个人也要点上敲门 结果他门打开的时候 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 唐默的就把他叫出来 就是说交他一段时间回去了 回去以后的这个死者的女人就问他 这个女人怎么干什么 他没有他这样 他老公他人 他人现在要这个医药会不够 向我借钱 我说没钱给他 死者跟你关系应该不错吧 那他这时候是告诉我们 讲很好也谈不上 唐娇军的回答中 没有什么异样 而他丈夫受伤的事 也的确发生过 他丈夫说 8月31号 我老婆坐一个男的摩托车 对我看到我非常气愤 然后冲下来 他把男的打一顿 当时用脚踢的时候 给过门了 这个自己的脚拇指甲掀掉了 那我后来就拇指甲掀掉了一半 他看到这个情况呢 我们确实 那你脚了 把现在放下我看一下 果然的 他这个小拇指甲去掉了一半 刑警们唯一的一个疑点解除了 唐娇军的丈夫在林野检查站工作 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唐娇军同样也没有什么在案的不良记录 他们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这所有的情况看来非常普通 没有知道怀疑之处 因此唐娇军与刑警的第一次接触 简单而又轻松 刑警们眼中的唐娇军 也只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寻常女人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 一个目击证人的政府 已经让侦察方向变得更为明确 到来现场的时候 是抗空地的一个老妇人 她在7.4分左右准备到后面空地去小解的时候 走到这个过道边上 从里面这时候就走出一个人来 非常紧张地拿一个那个树的袋 盖在头上 挡到一边方方张张的出来 比较偏瘦 长头发 这人就从那边走过去小跑 就往这个叫华山街的 这个深处跑去 她第一环是个女人 同时在这个路上还发现了 一个带穴的树的袋 然后我们同时发现 带穴的地方 有一些模糊 护心的文献 指纹由于残血严重 并没有推进侦破工作 凶手是女性 在对死者关系码的调查中 刑警的发现 除了她的女朋友唐娇军 就算是与死者比较熟的女性 星辰七天 唐娇军再次迎来了犯案刑警 找到唐娇军以后 那唐娇军出体的出乎意料的 他是非常配合我们 我们在这个询问当中 一直在认真的注意观察他的表情 变化 眼神啊 面部表情啊 所以我们侦察员 我们也干了这么长时间 十几年的工作经历 经不出一丝的扩张 也看不出他有一丝的经历方 非常正经 据唐娇军陈述 他七点多钟时 是在市场的仓库里 整理第二天要卖的货物 这个工作大概要半个多小时 后来他到自家楼下的麻将馆打麻将 他是在打麻将期间 听说了凶杀案的发生 并且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他也讲 好久听说 那个时候呢 我后来打了老公 打了电话 给老公讲 那个时候呢 我要去看 老公讲你不要去看 看了完你会做噩梦的 他也就没去了 那情况就这样子 询问进行了一个善务 唐娇军对所有时间段的活动 都提供了目击证人 而整整一个善务 从事之中 唐娇军似乎也没有任何的慌乱和恐惧 而刑警们在排查唐娇军 在作案期间的活动时 他所说的 也有目击证人的证实 那个唐娇军 你有没有看到 他在杀杂打麻将 我在边杀杂杂杂杂杂 我去看看 凶手到底在哪里 赌局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这时间是警方确定 犯罪嫌疑人的关键证据 唐娇军提供了案发不在场的证人 警方只能将她排除在外 而另外两名女子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了 那么凶手到底在哪里 难道刘大巴看见的那个头上照塑料袋长发披肩的人 是一名男性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一个毫不起眼的塑料袋为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新的曙光 在尸体的头底下 整着一个塑料的编织袋 上面有字 有树子 但是在自己的树子 都被血迹污染了 编织袋的特殊之处还在 它比普通的编织袋要大得多 然而犯罪现场同时是一个施工现场 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刑警们办案的难度 因为我们在施工现场很多 塑料袋 水泥袋 什么袋都有 逛逛他们很多 那首先要确定这种袋子 并不是这个施工现场 遗留下来的 为政治这个问题 我们当时跑了三趟 就是放弃新的袋子 经过不断的确认 多人证实 死者头底的编织袋 不是工地上的 而又经过了大海捞针般的查找 他们发现 这种编织袋似乎是市场中转干货用的 在市场中编织袋上的字 是为了不与别人家的货物混淆而写下的自家名字 唐焦军 那个曾经表现的异常冷静的女子 再次进入刑警们的视野 判发后第四天 唐焦军迎来了刑警的第三次到访 而有力的证据让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们考虑把疑点生气 再换个地面 刀拍的时候给他感觉好像一般都是什么 他打闹到小事情才开始 要让他感觉到你和事情重大一点 导刑警对人了 也说你的疑点生气了 生个人 他把他开始了 这里死不成了 站在闭目的样子 面色长白 唐焦军的心理素质 再次给刑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时 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然而 吹死时 对 死时 没有 遇到 我